嗨,大家好,我是科幂蜜布马 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纪录片 不过不是之前的世界毁灭系列 毕竟吧,老看地球如何消亡也不太好 今天布马为大家介绍的是地球的力量,海洋 它尽管是一部纪录片,却非常生动 还穿插了很多新奇知识 我看完就感觉奇怪的知识增加了 本篇一共有5集5个主题 这一集主持人伊恩就通过周游世界 讲述了海洋的强大力量 他还分析了全球洋流一旦静止后 可能造成的可怕后果 地球很可能重现2.5亿年前那场 毁灭超过95%种的大灭绝 现实中海洋的潮汐时而壮丽 时而残暴 总是运含巨大无比的能量 我们都知道潮汐是受月球引力影响的 但每年都有那么几天呢 月球和太阳会在同一条直线上冲叠 倒是它们共同的引力会一起影响海洋 那会造成什么样的神奇现象呢 主持人伊恩为回答这个问题 特意跨越半个地球 来到了亚马逊流域的一条河流 以往我们总以为河流会注入大海 但海水有事也会反过来涌入河流 比如现在太阳和月亮的共同引力 造成无比巨大的潮汐 这就会让大西洋的潮水逆流涌进这条河 并向内陆蔓延好几十公里 伊恩坐在船上听见远处传来隆隆声 又看见海平面出现一层很低的泡沫 这就是海潮在向它袭来了 其实刚才这一段刺激唱片 还只是制作组给我们的一道开胃菜 在接下来的正菜里 本篇会从三个角度正式讲述海洋的三大作用 它会雕刻海洋线 主导气候 甚至能主宰海洋和陆地上所有生物的命运 首先来看雕塑海岸线这条 海洋和大陆的地盘争夺战已经进行了41年 美国的西北海岸就是这场冲突的壮观结果 这条海岸线由兼顾的玄武岩形成 大约在1200万年前呢 它还是一片连贯的悬崖 但是这么多年的时间里 大海已经将它彻底侵蚀 今天这里只剩最坚硬的岩石留存 这就是所谓的海石柱 不过它们的消失也只是时间问题 另一些地方的海岸线可能没这么坚硬 比如英国的东海岸 这里的悬崖只是些松散土壤 海洋呢 仅仅三年便把它破坏成了这样 而在过去的500年里 这里的海岸已经被吞噬了一公里 这速度令人不惊 感到害怕 接下来我们看改变气候这条 但这条必须从45年前地球刚诞生时说起 当时地球还是个赤肉火球 地表并没有水 能创造水的成分都在地下 后来火山大规模爆发 在爆发出来的气流中呢 就有蒸汽 等到星球冷却之后 蒸汽变成云 云又化为一场雨 这是地球史上最漫长的一次暴雨 它一下就是几千年 第一批河流和海洋因此形成 不过科学家们分析 就算这场雨这么大 也只是生成了现在海洋一半的水量 而另一半水是从彗星里来的 前几年的时候 科学家们为探明彗星里面 究竟有多少水 曾故意派一架卫星撞向一个彗星 结果发现里面有超过2.51升水 地球诞生之初 就有成千上万个这样的彗星撞到地球 带来了另一半的水量 此后呢 40多亿年里 地球的总水量不变 但不断有新的海洋形成 又不断有旧的海洋消失 这就导致附近的气候 天翻地覆 比如说地中海 它的水分蒸发量 其实是从河流和雨水中 得到的补水量的三倍 它之所以没有干涸呢 全是靠着大西洋的海水补济 而这又要多亏了直布罗托海峡 是敞开的 也就是说 万一直布罗托海峡关闭 整个地中海就会干涸 而这种事在历史上确实发生过 600万年前呢 非洲大陆曾和欧洲大陆相撞 直布罗托海峡因此关闭 地中海在2000年内迅速干涸 整片海洋都沦为沙漠 西西里岛的地下 就埋藏着直布罗托海峡 曾经关闭过的相关证据 这是一个巨型盐矿 里面有上亿吨的盐 每年盐产量高达50万吨 可就算这么挖 盐矿存量还是够挖上100多万年 而这些盐全都是 当年地中海干涸后留下的 这里的人因为盐太多了 实在不知怎么用好 甚至呢还用盐雕刻出了 自己的教堂 这时我们才能直观地意识到 海洋里面的盐究竟有多丰富 之后 伊恩又进入了一个山洞 这里全球只有几人进去过 而此时画面瞬间变得 如同科幻电影一般 不过这些都是真的 这是一个水晶洞 里面都是巨大的白水晶 最长的甚至有一米多 这些呢都是当初 地中海海平面下降时形成的 可惜伊恩并不能在这待太久 因为这些美丽的水晶的成分是碳酸钙 而它身体的湿度会导致碳酸钙融化 伊恩出来之后呢 又说地中海的亲戚落落 还造成了另一个好玩的结果 因为地中海消失之后 海床会变为沙漠 大象便在那里生存起来 后来地中海再次上涨 大象们就只好到高地上避难 而当时的高地正是现在的西西里岛 这并不是无端猜测 因为科学家们真的在西西里岛上 发现了大象的化石 比如这种骨头 虽然呢 它乍看并没有什么不对劲 但这可是大象的腿骨 那它跟现代大象的腿骨比较一下 大家就明白了 这头古代大象的体型 显然相当小 大家可能以为它是个象宝宝 但科学家曾对它做个检测 结果证明它正是成年大象 这种大象身高只有90厘米左右 跟山羊差不多 它就是当初上岛之后 由于缺少食物和空间 才进化成了这么小 此后呢 伊恩为了说明海洋 对全球气候的影响 又说起了历史上 一期可爱的意外 1992年时 有一艘货船 行进太平洋时 遭暴风吹打 把两个集装箱 调到了海里 而这两个集装箱里 刚好装满了 29000个小黄鸭 后来这些小黄鸭 飘洋过海 遍布了全地球 伊恩用这些鸭子的长征来证明 复杂的洋流系统 其实连接着所有的海洋 海洋正是借着这套洋流系统 才把海里的热量 养分和氧气 传输到了全球各地 讲到这时呢 伊恩又说起了一个 大洋输送带理论 大洋输送带 由海洋上层较暖的洋流 和海洋底部较冷的洋流组成 热量 养分和氧气 就是被它输送的 而这个输送带之所以能流动呢 又是多亏了 北冰洋 因为较暖的洋流到北冰洋之后 就会变冷 进而密度增加 重量加重 这样它就会变成较暖的洋流 下沉到底部 开始吸引人的流动 最后它又会在热带附近增加温度 变成较暖的洋流 重新循环 可以说 北冰洋是这一切的关键 一旦它出错 大洋输送带就会失效 导致大灾难 实际上 类似的灾难还真发生过 而这几乎毁灭了世上 所有的物种 这就是本篇论述的第三个主题 海洋对全球生命的重要性 2.51年前呢 地球上曾经生活着一种古老的物种 它们不是恐龙 而是恐龙的前辈 当时全球温室效应不断加强 这不仅导致陆地升温 也导致海洋升温 两极的冷水再有化下沉 大营输送带因此崩溃 热量 养分和氧气无法正常输送 海里的生物便彻底灭绝了 因为拿出这场大灭绝的证据 又来到了多罗蒙地山区 这是意大利和奥地利边境的山栏 山上呢 有无数酷似黑色岩石的东西 这正是几十亿海洋生物的尸体 但有几百万年前 这片山栏还是海床 后来它因挤压生出地面 无数海洋生物的尸体 也因此漏了出来 它们的数量之大 足以证明当初大灭绝的岩咒 而它们灭绝的原因呢 正是缺氧 海洋里的氧气 都有海洋表面的浮游植物创造 它们创造了地球超过一半的氧气 约等于所有森林和丛林 制造氧气的总和 不过它们创造的氧气 必须依赖大阳输送带 才能输送到海底 大阳输送带失效之后 海底生物便缺氧而死 可是无数陆地上的化石证明 2.51年前 绝大多数陆地生物也一起灭绝了 它们又是怎么灭绝的呢 因为解释这点 又来到了美国纽约州的绿湖 这是一片很深的死水 无法流动 也没有氧气 可以说是2.51年前海洋的缩小版 潜水员下潜到一定深度之后 来到了一片粉色水域 这些粉色的是二流化氫 当水完全停滞时呢 就会产生这种气体 而它们足以致命 2.51年前的海洋 就全是一片这样的粉色 幸好呢 如今绿湖里的二流化氫 全被困在水里 不会出来 但在远古时期 它们因含量太大 所以都从海底冒出来 进入了大气层 这种气体的致命性 堪比氢化物 它杀死了所有的动物和植物 在这场大面诀中 地球上最终有超过90%的物种 彻底消失 幸运的是呢 我们在有生之年 很难遭遇类似的灾难 因为大营输送带完全停滞 会是个漫长的过程 它哪怕是绕地球走完一圈 也需要一千多年的时间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 我们可以高枕无忧 因为近些年来呢 我们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越来越高 而二氧化碳会导致海洋酸化 让珊瑚或者浮游植物死亡 珊瑚的灭绝 会导致依赖它的其他生物 一并灭绝 浮游植物的死亡 则会减少地球的供养 事态究竟会不会 恶化到这么可怕呢 谁也无法预言 不过伊恩仍然提醒说 我们最好不要试图 跟海洋作对 因为显而易见 海洋是绝不可能输的 本篇到此结束 其实片中2.51年前的 那场大灭绝 正是著名的二叠级大灭绝 那场灭绝的原因 一直众说蜚蜜 本篇的解释 也只是其中的一种 未来呢 我会找找相关的纪录片 再跟大家详细解说 那场大灭绝 小伙伴们 要是有什么看过的相关片子 也欢迎推荐给我 那么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关注CoreFans 咱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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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